这片空间暗淡 深邃 熄灭的火堆很大 过去隔着内井壁看不真切 现在王轩真正来到这片空间后发现 其面积接近一片池塘 现在他还有余温 鸟鸟轻烟蒸腾 并且在那里有超凡辐射 这里和外面的世界不太一样 他敏锐地注意到 自己的伏地碎片在这个又能够开启了 在仙界熄灭 大结界崩塌后 今日 神话永迹 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各种空间宝物打不开了 许多神物都失去异能 这也是王轩进来的原因 他抱着剑仙子满是血迹的身体 接近火堆鱼尽 希望有超凡鱼波涌动 可以救他 嗯 他的精神天眼何其敏锐 第一时间觉察到 在这片古怪之地深处 竟还有一具流血的尸体 他浮在那里 并且 那里似乎有一脚动了一下 王轩转身就走 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这里 就发现一具活尸 这让他心底冒出寒气 冷血狠辣如商议 那么强大 被几个生物追出去后 手里攥着两间质宝兜 直接跑路了 并被撕裂血肉 商议都防不住 现在 王轩有些虚 再加上大宇宙纠错成功 他没有完整质宝 实力或许已经不如从前 王轩抱着剑仙子 刹那脱离此地 回到崩塌的内景中 接着又来到宇宙虚空 此时 腐朽的内景地 已经正式和他分开 彻底脱离了 他们有什么身份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皱眉 拉开很远的距离 那个生物并未追出来 现在安静下来了 没有了敌人 没有了生死危机 他仔细思存 不寒而栗 那片古怪的空间 毗临他的内景地 这是一直在惦记他吗 来到宇宙星空中后 他尝试开启浮地碎片 根本没用 空间容器成为一块 普通的小石头 至于染血的葫芦 同样打不开了 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 他没有想到 超凡在今日 突然就腐朽干净 现实中的神意 都渐渐失效了 那个生物没有追出来 他驻足后 仔细盯着那个方向 内景地持续崩塌 但是 他的内景与众不同 即便腐朽了 要回去了 也远比其他人的坚固 王轩低头 看着江青瑶 有些不忍目睹 他满身都是伤痕 鲜血淋淋 内饰的话 他的骨头 五脏等都被剿断了 无论是天药 还是曾经的银色鲜叶 自今日开始 都对他效果不大了 不行 我还得去那堆灰烬前 他发现 剑仙子的身体越发冰冷 那缕生机 勉强维持着很艰难 随着时间推移 覆盖在他身上的银色鲜叶 大概率 会愈发得没有效果 那个时候 他必然要彻底死去 王轩很疲惫 他也满身都是伤 虽然没有明显的隐患 但在这个特殊时代 想恢复过来太慢了 即便如此 他也上路了 再不去的后 他将永远见不到眼前这个人了 只能从小东西那里追忆 而真正成熟 空明的剑仙子会勇士 无法再回来 他不想要那样悲惨的结局 冒死再次接近 抱着剑仙子的同时 左手持炉盖 右手手持子萧和道剑 随时准备血战 和活施拼命 果然 王轩再次进来后 接近熄灭的火堆时 他再次感受到超凡辐射 随着临近 他的身体活性都跟着变强了 他时刻警惕着 注视远处黑暗中 那具鲜血染红地面的尸体 似乎是个女子 年纪应该很大了 满头白发 他身上的衣服 样式不属于已知的任何时代 勉强可以归为古装 睡吧 你可千万不要醒来 他站在灰烬前 最深的伤 明显在加快好转 比在冰冷的宇宙中 强太多了 他的身上 也附着银色物质 现在药效开始激增 果然 神物需要在超凡时代 才能更有价值 这片古怪之地 参与着最后的超凡辐射 王轩甚是惊异 这里到底 有什么来历 可想而知 火堆旺盛之际 会有怎样的惊世奇景 超凡必辐射然 鼎盛之极 仙界都彻底熄灭了 这里还能如此 令人敬畏 见仙子的生机 在缓慢变强 转机出现了 或许可以起死回生 他充满期待 然后 准备付诸一些行动 因为这地方不能久留 外面可是有几个活着的生物 万一放弃追杀商议 突然回来 王轩的下场可能会很惨 事实上 再不走的话 乡邻的内景地也快崩塌完了 他有可能就出不去了 染血的葫芦 被他快速取出 在这里能够重新开启了 他立刻取出 从不周山精神血池中采集的神圣液体 王轩动作麻利 将红色的神叶涂满江青瑶全身 从伤口润进去 希望能够借助超凡辐射 滋养他破碎的肉身和元神 有一天能够苏醒 他自己也又一次沐浴 高等精神世界的血液 可惜 不是商议口中 那池至高精神之血 不然的话 或许立刻就能救他回来 做好这一切 王轩感觉他的生机又变强了 持续增长中 他顿时露出喜色 对不住了 你们似乎也用不上这种灰烬 火堆都熄灭了 我带走余劲吧 他取出一个洁白的瓶子 本是顶级一宝 价值连城 但是现在 放在外界没什么大用了 在这里还能当伏地碎片用 他对灰烬多少有些忌惮 所以 单独收进玉瓶中 瞬间完成 嗯 正在这时 远处黑暗中 那趴伏在地上的生灵发出声音 像是惊雷般在王轩耳畔乍响 他果然还活着 宇宙深处 商议真的要疯了 他逃无可逃 又被追上了 摆脱不了 几个生物有男有女 发丝花白 面孔有的还算年轻 有人眉心有竖眼 有人额头上有昔日至高规则符文烙印 你们到底想怎样 商议沉声问道 对方都进入飞船中了 彻底堵住他的去路 这一刻 他的内景都无声无息地被打开了 他终于也体验到了一把 不请自来 外人恐怖压制的感觉 扑扑扑 血液四溅 哪怕他挥动雨化翻 撕裂虚空 又将养生炉砸出去 都没有用 只是将庞大的母船砸穿 彻底毁掉后舱 商议身体被三男两女洞穿 他们的手都伸了进去 探尽他的命土中一阵寻找 见疯子何其霸道 他冷血冷酷 今日竟对这人这么对待 瞬间 他手中的雨化翻箭光亿万缕 让整艘母船都爆开了 但是 依旧没用 那几人疏地消失 接着又由虚而食 出现在他的内景地 商议满身是血 身上有几个血窟窿 他脸色冷冽 如果一对一的话 他有信心干掉对手 但是现在五人联动 他们虚实互换 和至高规则与运结合在一起 让人防不胜防 五人的道横凝结为一体 你们在找什么 他意识到了 这五人在寻觅 在搜索 找完他的命土 又进入他的内景中 轰 他们轰击内景 有些发疯了 因为什么都没有找到 商议惊怒 杀气席卷这片星空 他在犹豫 要不要自保内景地 这样或许能灭了他们 尤其是 这几人本来状态就不对 应该可杀 但是 若是内景的被毁 问题将会非常严重 商议站在破碎的母船残骸间 满身是血 脸色阴晴不定 同时 他也有些怀疑 难道彼此间有什么误会 这几人到底在寻找什么 他心头一震 想到了王轩 他该不会在那个腐朽的年轻身上 错过了什么吧 各位 你们要找的东西 应该还在那个年轻人身上 商议开口 然而 这几人似乎绝望了 时间无多 神话永迹 他们即将彻底消亡 最后再次冲向商议 想死的话 我便送你们上路 商议是个狠人 也发疯了 在这一刻 挥动雨画翻 要自爆内景地 王轩身体僵硬 他叹息 今天真是多灾多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劫难 难道 现在又要血拼一场 会死在这里 这一刻 他不得不想到雨画翻 真是不祥之物 谁那谁倒霉 会丢掉性命 简直没有例外 他无言 古人就不说了 最近 先有横军惨死 后有齐天几天 然后今日他不过 持在手中片刻而已 结果就落得这么个凄惨下场 就是那难逢对手的商议 手持雨画翻后 目前生存状况也不乐观 正被几个神秘生物追杀呢 王轩慢慢转身 硬着头皮去面对 那个浮在地上的女子 结果 出乎他的预料 那道身影正在模糊 似乎要消散了 接着就真的不见了 原地没有异常动静 只是这片空间扭曲了 王轩抱着剑仙子转身就跑 难得没有发生血腥事件 他是真经不起消耗了 连场大战过后 重伤加疲累 他实在吃不消 远离雨画翻后 运气都好了一些 他冲出去很远 内景的早已和他分离 崩塌家具 最后轰的一声 他那腐朽的内景的消失了 宇宙虚空中出现一个漩涡 而后彻底归于平静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轩牢牢地攥着洁白的瓶子 并且没有扣上盖子 他担心这件一宝 纵然装着灰烬 在外面也打不开 小熊 他看到远处的银白色飞船 竭尽所能 震动精神领域 以紫霄和道剑加持 王轩 机械小熊一直在附近徘徊 估摸着商议不会回来了 他这才回来寻找王轩的残海 没有想到 见到活的他 舱门开启 王轩煞时冲了进去 喊道 启航 远离这里 越快越好 同时 他发现机械小熊 没有以前那么灵动了 彻底跌落下超凡领域 更像是智能机械生物了 我的心灵像是蒙尘了 他的声音都有些机械呆板了 但是依旧在忠诚地执行各种命令 他没事吧 机械小熊关心地问道 看着江青瑶 但他的面部僵硬 远不能和过去的丰富表情相比 王轩轻叹 道 我会想办法 未来某一天让你重新变成一头超凡小熊 银白飞船远去 从这片星空消失 王轩迫不及待 查看玉瓶中的灰烬 内部果然有超凡辐射 让他长出一口气 总算没有出现什么变故 不对 出 大变故了 他向内部探索时 头皮发炸 瓶中竟有一个事件 确切地说 有一片暗淡 深邃的空间 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 和早先那片古怪之地的布局一模一样 瓶中有一个池塘大的火堆 远处黑暗中 有一个女子趴伏在远处 整片空间很深邃 无比神秘 王轩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整片古怪之地 这片神秘的空间 似乎都是由火堆愚禁辐射出来的 更为让他心悸的是 那个女子动了 爬了起来 白发苍苍染着血 他缓缓站起